所以想問一下 我們剛剛講的說 我是去美國 自己個人去美國 歐洲觀察到的經驗 他們就算沒出門 都會換外出服 那其他呢 你們的國家沒有出門的話 也會換外出服嗎 或者情取圈 不會情取差 為什麼 不過我剛剛想了一點 因為像我在美國陪我 他們男生或女生 他們穿睡衣會那個 整套的那種 就是有釦子 然後一整套長一樣的 然後女生會穿那個 細肩帶蕾絲的那一個 所以那個是他們睡覺的 然後是絲質的那一種 然後起床好像就會把這一套換掉 是不是這樣 我不是很清楚 我覺得我比較像是那種 譬如我有一個固定的衣服 就是睡覺 然後有個固定的衣服 是在家裡穿的 這一套就是睡覺嘛 這一套是睡覺 然後一個固定的衣服 是在家裡裡面穿的 所以你會從睡衣換成休閒服 換成休閒服 然後我要出門 我又再換一次 好忙喔 在忙什麼啊你男的 我覺得在家裡 不可以穿睡覺 因為在家裡 我還是要很舒服 那我一出門 我可能要比較在意 人家會看我這樣 對啦 可是如果說 所以你會這麼沒有換 今天 我今天來不及 對 最算是睡衣 所以比如說你今天一整天 你已經知道你的 行程就是賴在家裡 你還是會換休閒服 我會有一套就是家裡的 那如果你只有起床了 然後換了休閒服 然後忽然間又累了 又想回去 你又會再換回睡衣 會 好忙喔 會不會是因為你們有時候 會有朋友來訪啊 就是你們隨時 可能有這樣的習慣 有朋友會去你們家之類的 對啊 我們這個很多 而且但是對 當沒來的話 我就是要可以看 可是我 可是我就給他看的就是 對 我在家裡 我就是穿這樣 對 還有你知道我捨不了 在台灣捨不了什麼 你們吃飯很快 你們完全不知道怎麼吃 然後享受這個時間 因為吃飯也是一個 享受的習慣 可是後面很多人在排隊耶 對啊 好 不是排隊的 好 工作的呢 你知道工作 下午要吃便當 或者吃東西 如果是我 我會去外面 然後我們又在公廁 旁邊有小的公園 我就那邊坐啊 然後那邊拿我的便當 然後這邊有鳥啊 咳咳咳咳咳咳 怎麼那麼多鳥啊 牠能起來 你為什麼每一個動物 都要給我們聽他們的聲音 舒服這個感覺 放輕鬆慢慢吃 然後想吃 有蚊子耶 放空 就用蚊子的 然後還是放空 有牛呢 然後這個是很舒服的時間 我很享受 然後我會去公廁 這個就是上班的時間 我的動物是什麼呢 像我這邊滑手機 這邊吃東西 這邊電腦 然後就吃一桌 然後就 這樣 都變髒子了 都是他們的食物 然後每次這樣子 所以我每次看到 最近我們的公廁 辦公廁裡面有老鼠 所以我就跟老闆說了 老鼠的聲音怎麼樣 因為大家亂吃 上班的時間亂吃 所以老闆跟我同意 她說了好 上班的時間是上班的時間 如果你們要吃飯 就是這個 從12點到1點吃飯 然後這個都要丟掉 大家說好 現在呢怎麼樣 現在你知道 我們在辦公廁裡面 有30個人 比如說今天30個人都在 總是我每次看不到30個人 每次看到27個人 三個人才坐著下 然後這個三個人出來了 另外的三個人才坐著下 這個出來了 另外的才坐著下 我就他們那邊幹嘛 所以我走一走看看 這是辦公室還是打地鼠的遊戲 對啊 所以我就要走一走看 然後看到一個人才坐著下 就吃蘋果啊 一個人在那邊 都偷偷吃便當啊 然後另外的吃零食啊 然後每次這樣 所以我覺得 為什麼吃飯的時間 你們不能慢慢吃 像我們日本呢 雖然日本的房間很小 但是呢就是 跟台灣就是這一帶的特別是 我們一定有那個浴缸 可以爆澡的 但是台灣比較 可是你們的浴缸真的 很小耶 對啊 但是你想一下喔 你們是進東京阿比的時候 比較小的房間 那麼已經那麼小 但是他們有沒有發現 他們的那個 還是硬要有個浴缸 對 因為呢我是來台灣的時候 我真的發現 台灣真的沒有浴缸耶 因為我們日本人呢 下班之後呢 就是爆澡嘛 而且我們每天 可以放那個什麼 有點像那個 溫泉的那個 溫泉粉 對 然後每天不一樣的香氣啊 然後一整天在那邊 然後變蠟燭啊 放音樂啊 這樣子 又來 你老婆就怕蠟燭中 對 沒有啦 主要的是我們很喜歡 在那個浴缸裡面 可能是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就是有一點是 讓自己脫水 脫完水之後呢 昏倒在浴缸 然後人家 平居七天後發現你 沒有 不是啦 脫水完的時候呢 哇 這樣子說出來之後 我就是今天一開始講的嘛 就是開始喝啤酒 很爽 爽死了 你們有沒有看過那個 日本的電影啊 就是日本的電影 就是很多那個老年家 不管是年輕 就是那個 或許老一輩子 然後他們泡完溫泉之後呢 就是這樣子 那個 喝牛奶 對 他們為什麼都喝牛奶啊 就是爽啊 那個感覺 就是因為 我們喔 就是日本人的老年家 八文錢 至少要一個小時 半個小時 而且裡面有散溫暖 然後那個 爬那個脫水啊幹嘛 然後 就是解釋之後呢 喝一杯那個牛奶 就是我們的一個 傳統的SOP 那我覺得剛才講的 都是比較平民的享受 我的英國朋友 有一些是奢華上流的享受 就是他們把看音樂劇 當成一種享受 又來又來 所以他去玩大英博物館之後 我跟你講 他沒有 我是到倫敦的時候 我當地的朋友跟我講說 他們其實下完班之後 他們的享受就是看個音樂劇 然後那個劇院啊 那個票很貴 可能一張就要嘛 可能80英鎊 90英鎊都有可能 最可怕的是 可能像我那時候 被他約去看一個 《哈利波特》 從下午中 三點鐘開始看一場 看到晚上 然後呢 晚上七點鐘再看一場 因為他是上下級 對 你已經玩得很累了 然後你這幾天 這疲勞已經滿滿的 結果你下午看 看完之後晚上再看 然後他中間很興致勃的 在那個酒吧那邊要喝什麼東西 跟我聊天什麼 但其實我已經睡成一團 他跟我聊任何說 那《哈利波特》舞台劇 多麼精妙 多麼精妙 不行 我另外一隻手用手機 偷偷查在網路上面心得 剛剛講 對對對 那個東西變來變去 好強好強 已經只能用這種方式 在敷衍他 可是他們覺得說 跑到劇院去看 是一種享受 他反而嫌我們 在台灣的時候 都沒有什麼文化 那下班之後 沒有去看音樂劇 因為一般台灣的那種劇 都是在週末 可能禮拜六日 才會有大的劇演出 可是他們是 一週七天都可以看 但是他們又有錢 又有閒 然後可以在裡面 一邊喝酒一邊享受 但其實看劇滿累的耶 很累 對啊 要花很多 每個都很久 專注力 對啊 又 對 又很久 很久很久 對啊 那老外呢 在假期的時候 都可能會安排一些 有的沒的啊 就是帶朋友出去玩 帶小孩出去玩啊 那台灣人有時候 卻看不懂你們這些行為有嗎 我跟你講啊 我覺得台灣有兩種人 一種是那種 他要放假的時候 比上班更忙 就非常忙 有另外一種 就是直接入冬眠 我現在在宜蘭的家 有至少十組朋友 來住我們家 我都要帶他們去玩 我跟你講 100% 不管我跟他說 我們就是幾點約 每一個人到時候 他們都睡到十二點半 才起來 第一次 他睡得 睡得很爽很爽 像這有一組 我跟他說 十點約啊 我帶你們去這個點啊 然後我們這個點啊 我八點就起來啊 什麼去散步啊 什麼換衣服啊 然後就是 就已經準備好 迎接他們 都沒有人下來 很明顯啦 他們也不想去啊 對 十族人都不想去啊 對啊 對 是不是應該換節目對不對 對 不是不是 是換掉你自己 換掉我自己 好啊 那他們很辛苦 終點 終點還不容易 十二點半起來啊 唯一一個能做的 就是去吃那個芋頭冰 吃完芋頭冰 他們就上課運回台北了 很好啊 這樣什麼都沒做 有吃到芋頭冰啊 有啊 那有吃到芋頭冰 有開到雪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們離開了你啊 對啊 OK 而且他們有休息到 有睡到自然醒 有 有 那就好了 OK 太快出來了 好容易被睡過 他也完全被睡過 好可怕喔 他哭出來了 我也有很多朋友 也是這樣子 會睡死的每個週末 但是我們美國人 其實還蠻喜歡 如果沒有什麼派對 什麼活動的話 我們是比較喜歡安排 我們的週末 慢慢的 就是都知道哪一天要做什麼 所以例如說我的石友 他有時候就是會睡得很晚 然後要醒來的時候 他說我們晚一點 可能去看個電影啊 去吃個飯這樣子 就休息一下 但是我其實本來都會 希望可以就是好好整理家裡 因為平常我們都在上班 就沒有時間整理家裡 然後家裡如果整理得比較好 就比較舒服嘛 所以就他說我們去看電影吧 我說喔 但是我今天本來要掃地 拖地 洗衣服 洗貓 換貓紗 然後他就看我 想我是神經病一樣 結果就是我們弄了弄了一整天 然後我說可能我們弄完了之後 可以一起去吃個飯啊 然後弄完了之後就一定九點多了 餐廳都幾乎都關了 所以就沒地方可以去 所以我們就叫外送 然後洗澡睡澡這樣子 但他就覺得 為什麼要把那些週末 排得那麼滿 對 他們不懂得可以睡很久 這件事很舒服 我覺得他們就 可是他們覺得 反正以後都要睡很久 可是我覺得台灣人真的比較會睡耶 因為我們那時候在美國 也是他週末的時候 他們就會把你 想說週末了 那當然是睡到12點半 那是很開心的事情 就算你10點醒 也要在床上賴著 賴到12點半 就心情會很好 可是他們就是週末 我美國朋友都是說 一早就要去哪裡 去超級市場 而且要開一陣子的 去遠一點的 大型一點的 然後去採買一些 一週需要的東西 一週冰箱要把它塞滿 然後我說那可以下午去 它都不行 下午去可能水果就被搶光啦 然後什麼海鮮又不新鮮啦 就是你知道他們要早上 然後下午也不能在家 下午我想說 早上採買 我們台灣人一定是下午就在家休息 沒有 下午繼續去像是IKEA 或是像台灣那種B&Q那種地方 因為他們就是要去逛逛 看看家裡有缺什麼 所以那這樣 我就想說到底有缺什麼 所以這樣講起來 其實台灣人是比較會生活的啊 因為他們就是利用禮拜天 然後沒得休息 要把它一個整個禮拜的事情都 因為他們就連去買兩顆燈泡回來 他們也是覺得說 哇 我們買了一個家裡需要的東西 然後也是要開很久耶 你看禮拜天耍廢的行程 就是早上起床 然後叫個早餐 吃完之後再睡 睡起來之後看個劇 叫個晚餐 然後再睡 多舒服 但是我常常看到就是台灣人一家人 週末的時候去打買場 然後把一整天都滑在那邊 逛逛吃東西啊 然後整家就一起去 想說就是整天的一個行程 那也是總開心 那是因為帶小孩沒地方去 啊